来关心欧美股消息了 美股方面市场密切关注着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跟民主党的竞争对手贺锦丽 将在台湾的时间11号的上午9点钟 展开自拜登退选以来的首次的总统辩论 科技股靖阳有助于消逆了银行能源股的颓势 美股主要指数周二多收红 来看到的是美股中场了 道琼指数下跌了92点 说在40736点 纳斯达克是上涨141点 收在17025点 费城半逃底指数上涨1.19% 收在4680点 S&P500指数上涨了24点 收在5495点 而欧洲市场消息 英国截至7月底指三个月的失业率 是回落到了4.1% 符合预期 而德国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中值 是年增了1.9% 通膨表现符合预期 汽车以及相关零组件类股跌幅大约0.7% 科技类股涨0.43% 相对撑盘 欧股主要指数收黑 来看到的是欧股中场了 德国股市下跌了177点 收在18265点 法国股市下跌了17点 收在7407点 苹果才刚发布完了iPhone 16 紧接着华为也发表了全球首款的三折机 Mate XT非凡大师 售价也揭晓了 最高规格容量1TB台币突破了10万元 华为常务董事就表示团队研发了5年 厚度只有3.6毫米 是全球最薄的折叠手机 另外中华电信线时是开放了iPhone 16的网络预购 不到5分钟就秒杀而满 华为发表全球首款三折机 价格终于揭晓 三种规格容量256GB台币要价约9万出头 512GB台币要价约9万9 最高规1TB台币则要10万8400元 大家我们看小红书 展开以后 图片和评论同时的图文并茂 视野更广 细节更多 更沉浸更生动 他们开玩笑说 展开之后小红书 秒变大红书 荧幕全展开10.2英寸 一只手就可以拿起 厚度只有3.6毫米 是全球最薄的折叠手机 于晨东表示 华为耗时5年研发 解决荧幕和铰链的技术突破 首次实现内外弯折 同时进行增加手机 荧幕抗冲击能力 电池也只有1.9毫米 堪称全世界最薄的电池 一机多用将科幻带进现实 找来天王刘德华担任品牌代言人 建非凡品牌计划将正式开启 就让我们一起在一个个的名字中 听听他们的故事 发表会中也预告 10月将带来全新品牌计划 而苹果上午发布iPhone 16之后 中华电信开放网络预购 不到5分钟就秒杀额满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 最热销的是iPhone 16 Pro和16 Pro Max 高达8成 以容量256GB最多占了4成 新机颜色最受欢迎前三名 为沙漠色钛金属 白色钛金属和黑色钛金属 成功下定的果粉都很期待 将是第一批拿到全新的iPhone 16 记者黄金文林佳宏 台北采访报道 而苹果新一再的iPhone 16 全系列手机10号登场 而产品是标榜了 升级Siri AI文字编辑跟照片识别工具 而最大的卖点 Apple Intelligence 要等到10月才会在美国推出测试版本 而且仅限英文版 不过外媒记者则是在参与 预览版的实测结果后直言 苹果的AI还没有准备好 无论是iPhone 16 iPhone 16 Plus iPhone 16 Pro 还是iPhone 16 Pro Max 苹果正式推出iPhone 16系列新机 最大的特色就是首度整合智慧系统 Apple Intelligence 但外媒记者参与预览版的实测后 只言苹果AI还没准备好 而另一项新增的相机控制按键 虽然操作起来不那么直觉顺利 却能让使用者在拍照之余 借助AI功能查询眼前事物的资讯 苹果新机发表会后 股价表现平平 仅上涨0.04% 收在220.9亿美元 盘后甚至小幅下挫 就是因为功能几乎全被爆料说中 未能给外界太大的惊喜 外界分析认为 这次主要升级在摄影功能 让不少熬夜看直播的网友直呼失望 因为过去iPhone的一个新机传闻 其实已经传了很久 而且传得飞飞扬扬 确实也印证说这些传规格属实 那也让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新机其实没有 好像没有比较大的亮点 如果以AI的功能来说的话 其实跟我们目前看到 所谓这种AI手机 它提供的功能及大同效益 甚至说它可能功能 大家原本可能会有更高的一个期待性 因为苹果它就是酝酿这么久 根据专家观察 苹果推出AI手机 其实还是有些赶鸭子上架 从这次发表会来看 所提供的文声图等生成式AI应用 并没有创新突破 且Apple Intelligence要等到10月 才会在美国市场推出测试版 但由于这次新机搭载台积电3奈米处理器 整体效能提升 或许可以期待后续软体持续更新 强化AI应用 记者杨恒谢龙正台北采访报道 苹果发布的全新iPhone 16手机 是即将在本周五的时候开放预购了 20号正式开卖 每人是限购两支 而相较于去年iPhone 15系列 价格是完全没有调涨 号称是加料不加价 而国内三大电信业者 是纷纷推出了预购的优惠 中华电信更是抢先苹果的官方 限时两小时开放网络预定额满为止 而天风剑券分析师郭铭记就认为 今年iPhone 16的出货预估是微幅的上调 预购的结果可能会改变 今年第四季的后半 以及明年上半年的生产计划 苹果发布全新iPhone 16 售价也跟着出炉 iPhone 16跟16 Plus推出 128 256和512GB版本 售价为29900元到43400元之间 iPhone 16 Pro和Pro Max 则是增加1TB更大容量的选择 最高归幼价58900元 我原本的是256吧 对 因为想说 因为其实蛮常玩游戏那些 容量不大够 Pro Max 应该会换到512 会更大的 AI的部分 然后也是蛮好奇 它的AI呈现会是怎么样 因为它的自动演算方式就是很简单 你只要把数字想起来就帮你算好 那你可能会对工作也有帮助 我15才刚换了 我就想说我不需要 我很不习惯对手机发号施令 我目前对412我就没再用了 何况它那个 苹果新机热潮发酵 三大电信业者纷纷抢推优惠 台湾大哥大跟苹果官方同步预购 用户独享Apple One 前三个月免费 和Apple Store折底金 远传则在预购前举办限时抽新机活动 中华电信 抢先别家业者开放网路预购 只有两个小时 而且限量额满为止 iPhone 15呢 我们年对年增长来到了10%以上 那我们预期在这一次这个iPhone 16 加上我们现在已经达到千万用户的规模 我们预期有至少20%以上的增长 电信业者看好买器 知名分析师郭明琪认为 今年iPhone 16出货预估微幅上调 从8700万只增加到8900万只 加单主要来自iPhone 16标准版 他认为iPhone 16系列的预购结果 可能会改变今年第四季后半 以及明年上半年的生产计划 能不能带动新一波换机潮 成为接下来追踪重点 接着黄静分林家宏台北参访报道 不过来看到周一美股是跌升反弹 而在苹果新机发表会之后 台股却没有受到了激励 是呈现了开高走低 最低点是来到了20977点 尾盘是在全值股的拉台下跌幅才收链 加权指数中场是收在21,064点 下跌了80点 跌幅0.38% 成交金额是维升到了3287亿元 而有着台股多头总司令称号的 国泰投信董事长张錫 是再度的信心喊话 他强调长线仍然是看好台股 同时专家也指出 恐怕要等到联准会利率决策之后 台股才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走向 台股10号开高走低 上下震荡超过300点 最后失手21000点关卡 苹果新机发布会也没能让投资人买单 苹概股几乎全军覆没走跌 对此国泰投信董事长张錫 则是强调基本面依旧良好 台股长线仍有利多刺激 苹果今年这一款算是AI的第一款 明年那一款应该会更厉害 所以我觉得就是再来就是AI的趋势没有变 然后半导体趋势没有变 其之后其实对景气都是有利的 短期就是涨多整理啦 其实不用太担心 台股近期持续面临亮缩盘整的格局 自4号跳空大跌进千点之后 至今始终未能收复缺口 回答财报之后 全职电子股也迟迟没能突破震荡走势 专家指出美国站在需求端 如何定位AI产业 是台股走势的关键 预期科技股短期内仍然会偏向弱势 持续步入9月中旬 在联准会利率会议之前 投资人也关注台股是否面临中秋节变盘 这种跌下的状况 你要期待成交量维持5000亿 本来就不容易了 其实现在最好的状况 就是说量缩震荡盘整 不跌了 然后逐出一个短期的底部 才有可能再继续往上走 专家强调 短期内台股的走势 必须等到联准会下周四利率决策 才会有更明显的方向 记者赖北京严连凯台北采访报道 来看到是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 8月的营收是创下了历史的次高 8月营收是新台币2508.66亿元 台积电传出第一台高数值孔径 及此外光围影设备将在9月进机台 直送交台积电的全球研发中心 对此专家是十分的看好 表示机台的提前导入 有助于台积电减损了大量的生产成本 并且是降低生产时间 受惠于AI与HPC晶片需求强劲 加上进入苹果新款手机晶片的拉货忘记 台积电8月份合并营收 达新台币2508.66亿元 虽然比7月减少2.4% 但还是创下历史次高记录 更较去年同期成长33% 累计前8月合并营收达1.77兆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30.8% 续创同期新高 可能会因为一些 可能在订单上面的一个衔接 或者是在产品组合方面的一个变动 而导致跟前月会出现一个衰退的状况 其实在产业来讲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些状况 我们对于台积电未来两季的营收 还有营运状况 其实还是保持一个相当审慎乐观的态度 法人分析台积电第三季财报将有望有于预期 此外供应链消息透露 埃斯摩尔的高数值孔径棋子外光围影系统设备 将于9月首度抵台 传出最快会引用在A16奈米制程 抢先布局埃米时代 只是Hine EUV设备价格不菲 业界传出一台超过百亿元 由台积电相关主管联手操刀 溢价幅度达15% 以目前台积电的技术能力来讲 其实还完全不需要用到这样一个机台 但是如果进入了10奈米的状况 也就是H的话 其实这个机台可以帮助台积电 也省大量的生产成本 并且降低它的一个生产的时间 所以说进入H的世代 台积电就一定需要引入这样一个机台 专家表示原本预计台积电会在2027年 导入Hine EUV 如若提前导入的消息属实 将可提前在2027年先进制程技术研发上 处在优势位置 记者杨恒谢龙正台北采访报导 全球朝向者减碳世代 不过现在却看到各地多起的电动车的自然事件 消费者是人心惶惶 甚至有地下室是禁止满电的电动车来进入 就有曾经打造出台湾首款电动超跑的台湾科技公司 是宣布全球首座 静默式冷却电池系统量产工厂启用 能够在10秒钟以内降温将近千度 巩固安全的同时又能够快速充电 熊熊火焰冒数依发不可收拾 景象害人 如果人就在旁边后果不堪设想 电动车最怕的就是电池热失控产生爆炸 一旦火烧车灭火很困难 平均需要8到12个小时才能够解决 现在就有科技公司是研发了电动车 静默式电池冷却系统 能够在10秒钟内降温将近千度 20分钟内充电将近80% 以电动跑车起驾的科技公司 专攻静默式冷却电池技术 现在更在桃园华雅科学园区 打造量产典范工厂 把电池放在一个议题里面 是一个就是非常不直觉的东西 因为大家真的觉得说 放在一个一杯水里面 它会短路电池会烧起来 但是我们用的是一个不导电的一个议题 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做 因为我们在建模式冷却 我们做了快10年 全世界各地的客户们 他们的需求通常都是在他们的 制造他们的车辆或载具的附近 他们也需要电池在他们旁边制造 另外看准电动化未来市场 业者更分别推出模组 以及无模组电池系统产线 能够降低20%零件数量 节省30%的组装工时 以我们的电动物流车跟未来船 我们就首先就是用它这个安全度高的 这个电池模组来使用 虽然价格稍微会高一点 但是安全是无价的 它本身对未来的除能也是有着力的 除能的部分目前最大的问题 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性 而为了让科技运行能够有效安全降温 目前除了行径科技打造出全球首条 静默式电池系统量产线 与除能系统等多元运用 巨横的一冷式离铁电池除能系统 历经一年半也得到了台湾VPC认证 散热模组厂立志也看好 水冷静默式水冷产品后市需求 积极扩充产能 随着净零碳排概念逐渐笼罩全球 电动车除能设备性能竞争日益激烈 谁能快速掌握住稳定安全性 谁将有更多机会吃到捷径能源 商机大饼 接下来李文俊良 桃园采样报道 而环境部在周一呢 是召开了第五次的碳费费率审议会 虽然费率未正式的决议 但是委员是初步的建议 一般的费率起征的价格在美公顿300到500元 预计2030年将会调升到美公顿1200到1800元 但是33会理事长林伯峰就指出 基本工资调涨 碳费也要开征 将会造成企业成本增加 优薪呢会出现绿色通膨 他认为初期的碳费 美公顿应该不要超过新台币100块钱 绿色经济是全球大趋势 台湾也得开征碳费 省议会初步建议 一般费率起征价格定在美公顿300到500元 预计2030年后将调升到美公顿1200到1800元 部分业主认为可能会让经营成本增加 增碳税之后有可能让厂商的成本拉高 第一个想办法就是说降低他的排碳 第二个就是转嫁给消费者 33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就认为 基本工资调涨 碳费也要开征 将造成企业成本至少增加10% 建议碳费课征标准 应将CPI消费者物价指数纳入考量 初期碳费每顿应不超过新台币100元 避免造成绿色通膨 他更指出相较于日本韩国跟新加坡 碳费征收都低于台湾 对此环境部则表示 台湾一般费率的起征价格虽然较高 但企业自主减碳也会给予费率优惠 而一般费率跟优惠费率有适当差距 企业也会有减碳诱因 对于民生经济没有直接影响 碳费征收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要再观察 但碳费该怎么收还得多方讨论 这是陈林甘尔蒂 谈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谈部报道